Hello 大家好,我是Mr.Eman So 今天为大家讲解就是HKDSE 2012 Mathematics M1 Session A, Question 2 如果你不清楚我这个视频如何使用 去帮助你去学习数学解难应付公共开示的话 请你post show the video 如果你本身对我的视频有认识的话 当然可以继续跟我下去解题 好了,题目就是讲有关于一个楼宇 它的value的percentage change 它定义了T就会开始从2012 如果我们的T就开始从2012 我们很简单,就是当T等于0的时候 或者是当2012的start就会是T等于0 下一年就是2013的start就会是T等于1 我这里已经在画面上做了一个timeline给大家看 OK,value的percentage change 这是一个初中或者是小学生 都有机会接触到的计算方法 这些公式我写了 留意就是new value 记住,new value-original value 因为percentage change 我们当做生意的角度想 我们当然想的new value是大过original value 所以会出现正数 如果new value小过original value 那负数就是蚀钱 OK,当然要比较original value 但问题来了 我们没有function v 反而有rate of function v 或者简单说叫dv dt 那怎么计算这条数 会比较方便一点呢? 那我就会选取了 就是用definance integral的defination 可以吗? 即是那个original function fb格original function fa就会等于integra of derivatives between b and a 那写完之后 又有一些技术上高的事要解决了 因缺了 这个integral 我们需要用inner function 去处理它 那我就设定了 u就是inner function 就是4t加1 我要处理,当t等于0的时候,u等于1,t等于2的时候,根据intervention的计算,u等于9 而我都要再处理Dt和上高分子的t,处理好之后,我们就塞进去,然后简化 简化好了,计算完之后就是5 over 6,由于这些色,我在画面上表达了,我不跟大家慢慢糾纏 即是说,v2-v0,我们就可以用5 over 6去代替,而他题目说明的,v0本身是3 v0本身是3,因为他说at the beginning,那个value就是3 million dollars ok,那一成完之后呢,最终的答案呢,当然就是27,又7 over 9% 那你由于这个文字看的,那我们循例上高,都要做个conclusion,给他探一下, property value ok,好,那第二条都是一个比较短的题目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,请你email给我吧,那我很多谢大家收听,好,再见,拜拜